风在耳旁吹拂 灵气在深周环绕 身下似乎是软绵绵的靠垫 像是躺在云端一般 灵珠子眼皮晃动了下 元神周遭风静缓缓消散 就是躺在云端 侧旁 一名老道静静坐在那 慈眉善目 白眉白发 自是在熟悉不过的老神 先身形面容 师叔 灵珠子轻声喊着 先例流淌 自身的疲累感已消退不见 此刻慢慢坐了起来 他们 似是从前缘山赶回天庭的云路上 一如当年 自己刚被师叔带去天庭时那般 心境如何了 李长寿温声问着 灵珠子正了下 到心之中的灰暗情绪 再次弥漫了上来 颓然叹了口气 盘起腿来端坐 却打不起精神 他苦笑着 低声道 师叔 灵珠让您失望 你其实没有让任何人失望 不必这般言说 李长寿温声道 让你感觉失望的 只是你自身罢了 你可记得 我带你去天庭 所谓何事 灵珠子仔细思索一阵 答道 是师父所请 请师叔带我在天庭历练 增些男儿气感 你如今 可还缺男儿气感 李长寿笑着反问一句 灵珠子不由又陷入了思索 李长寿温声道 几百年很长 几百年也很短 这天地亘古而来 有太多生灵走过 但最终在洪荒留下自己记号者 寥寥无几 世人仰慕 进阶仰慕那些坐在高位者 洪荒的高位者 却都是远古 上古的圣者 所以 诞生于这个天地间 被这些久远之前的圣者俯瞰 生灵都会感觉憋门 一二 你这份心境 不只是你有 生灵皆有 你这份 因道境无法增长 而诞生的苦闷 不止你存 生灵皆存 灵珠子顿时愣了 李长寿手中浮沉轻轻摇摆 让云走得更慢一些 给灵珠子一些消化的时间 让灵珠子 带着遗憾和失落 转世成哪吒 那绝对会留下遗憾 甚至会影响自身道境增长 性情如何 李长寿还是想着 以后的这个失职 无论是被叫做灵珠子也好 被喊作哪吒也罢 都能开朗乐天一些 与此同时 前缘山洞府内 铲教三位真人 围坐在一方骑桌周遭 桌上用云镜竹 呈出李长寿指道人 与灵珠子 驾云回返天庭的画面 此刻太乙真人脸上的表情 异常尴尬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玉顶真人 刚刚还低声骂了句 看看 这才是劝导晚辈 黄龙真人也是怕太乙下不来台面 笑呵呵地劝慰 太乙师弟莫要戒怀 长凳的本领 你我都是知道的 比不得 比不得 太乙真人双手一摊 胆慨道 当真 隔行如隔山 听 玉顶真人道 灵珠子失之开口了 太乙平住呼吸 身体前倾 一副虚心求教的姿态 那朵云上 灵珠子小声问 可师叔 若不走到高处 旁人无所见你身形 又该如何在天地间留下记号 李长寿笑道 那我问你 你是为了出名 为了让人仰望 而努力修行 想要变强吗 师父说 修行是为了寻真寻道寻自我 为名生灵之意 我再问你 不是问太乙师兄教了你什么 李长寿温声道 你修行 是为了何事 在你迫切想要迎接金仙节 迈入金仙境的此时 心底最渴望的 是什么 灵珠子那秀气的眉头皱得紧了些 李长寿不急不躁 继续等待 嘴边一直带着温和的笑容 云头慢悠悠飘过蔚蓝天空 大概片刻后 灵珠子小声道 弟子 嗯 弟子也不知 哈哈哈哈 李长寿一阵畅快的大笑 浮沉轻甩 在灵珠子额头 轻轻打了一下 这才是 你心境节症之所在 你都不知自己 为何要去长生 要去求大道 单纯觉得 那是好的 是正确的 便踏上修行路 当自己修行陷入困境 身旁好友却一个个顺利突破 内心就有了落差 灵珠 你其实不是因为无法突破而困顿 也不是因自己不如身旁好友而失落 你只是在担心 自己不够强 不够厉害 还能不能得到 旁人此前对你的认可 这就牵扯到了一个问题 你到底为什么而活 云上 李长寿慢条私理 一点点分析 引导着灵珠子走出困境 前缘山上 金光洞中 太义真人感慨横生 起身在旁来回踱步 大手一挥 拿了一块红布 写了一方锦旗 上书 迷途少年之导师 修到长夜之起名 怎么样 太义真人赞叹不已 长庚师弟这般劝人的本领 与平道的嘴上神通均衡均衡 那该多好 玉顶真人摇头轻笑 继续注视着云镜中的画面 思考着李长寿对灵珠子说的美句话 当李长寿说道 因为你只有先让自己强大起来 才能去关照旁人 就好比 挤得凡人行走 一人落水呼救 你只有自己善游 才能去下水救人 不然只是白白牺牲 在制定属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信条时 一定要注意 乐于助人 但量力而行 与人为善 但不可全包全揽 你不必为旁人并非你引起的困境 而感到自责 但你可以在自己力所能及时 保护一些陷入困境的弱者 你要记得 得到旁人认可 从而获得心神满足 其实本质只是取悦自己的一种方式 灵珠子反问 那按师叔所说 弱者就没有去帮助其他弱者的资格了吗 这就是另外的问题了 何为强者 何为弱者 灵珠子答曰 洪荒之中 自是以神通法宝来划定强弱 这就是洪荒最不合理的地方 李长寿抬头看着天穷 目光安然 缓声问 若有一生灵 公参造化 以至生灵之力的顶端 却仰仗自身法力 欺凌弱者 欺压凡人 压榨凡人念力 贪图自身名望 此为强者 灵珠子一时答不上来 李长寿又问 再有一生灵 虽只是灵之半开 如毛银血 但为了生存 为了守护自己洞中的几个族人 敢于去和比自身强的野兽搏击 此为弱者 这 真正的强者 在于自强 自立 自律 心底的火焰意志不息 无惧困境 无惧艰难 不以善小而不为 不以恶小而为之 他能走到天地间较高的位置 拥有庇护弱者的实力 会用自身的力量 为其他法力高深的生灵 画下不敢肆意欺凌弱小的边界 这才是强者 灵珠 师叔希望 你以后 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强者 李长寿话语一顿 抬手揉了揉灵珠子的脑袋 笑道 你修行上的难题 太乙师兄 已帮你想到了办法 稍后送你再速跟脚 祝你步步登天 但你需要更强大的 是道心 而非道静 修到尽头 不过修心 道横尽头 归于德行 此为太清真意 望你好自参悟 灵珠子站起身来 对着李长寿深深一拜 李长寿坦然接受 叮嘱他去和天庭中的友人告个别 并将他接下来要经历的过程 详细解释了一遍 定下了开始助他转世 重塑跟脚的日期 三个月后 带灵珠子起身 哪里还有李长寿的身影 中天门摇摇在望 灵珠子对着天门磕了几个头 而后起身站在云上 略微有些恍惚 消化着李长寿的话语 强者 灵珠子轻声喃喃着 目中满是思索 而在前原山金光洞内 三位真人 此刻也是面露沉思之色 御顶真人 甚至有所感悟 陷入悟道之境 修到尽头不过修心 道横尽头归于德行 太乙真人 不知想到了什么 嘴角微微抽搐 心底暗叹 太清大师伯的这两个徒弟 道尽怪物 小穷风 李长寿睁开双眼 轻轻呼了口气 希望自己这些冠冕堂皇的话 能帮上灵珠子一些 对强者弱者的定义 其实是有些狭隘了 但李长寿可不敢随意 在洪荒传播舍己为人 牺牲自我的精神 这些追求修行 追求超脱的仙 相对于如今凡俗之中的凡人 已是颇为单纯 他敢说 灵珠子就真敢信 安排一个小失职 当真麻烦 嗯 稍后刚好可以 借着帮灵珠子 炼化法力之事 去三仙岛小住些十日 也不知功名老阁那边 参悟乾坤齿 参悟得如何了 伸了个懒腰 李长寿自摇已起身 换了一身电缆长袍 竖起道姑 伪装起面容 悄然离开了小穷风 临走前 李长寿仔细想了想 还是秦老师 刺下离地雁光旗 护在了灵娥身侧 没办法 虽然灵娥表面上 已经成了道祖最喜欢的仔 以后再洪荒躺着飞 都没人敢算计 但稳妥起见 还是要做好防护工作 要不 带她一起去外面逛逛 李长寿沉吟几声 此前 她一直不愿灵娥 介入封神之事 哪怕半点 都觉得对她而言 太过危险 这本是她可以 完美避开的劫难 一旦牵扯其中 就纯属无往之灾 但道祖师祖 此前上演了 亲爷爷 关照亲孙女这一遭 已是让灵娥 与封神大姐 有了微弱的关联 无法脱身其外 李长寿自视知晓 灵娥与她聚为一体 再将灵娥藏起来 反倒不如带着她 大摇大摆地出门溜达 这样反倒能打消些道祖 对自己的一些猜忌 那就让玉帝陛下 多等等吧 还好此前 没对玉帝提过 外出走动之事 不然此时灵霄宝殿那位 怕是已按耐不住了 于是 李长寿又躺了回去 心神在天地间来回挪移 心念刚起 已是神游天地之外 心潮鼓动 跑去 与白泽博弈两局 在如今这般时日 大姐的脚步 越来越急促时 当真是忙里偷闲了一阵 于是 又三个月后 灵珠 此法固然可行 但也有少许弊端 你化作胎灵后 无法保存此时记忆 需将你记忆与法力那般 另做成一只宝珠 待你转世后 原神稳定 再将这份记忆还给你 且 此间定会有其他风险 说不定哪个环节就会出问题 总体而言 大概也只有八成五六的把握 能让你安稳地重塑跟脚 不过 保底不会有性命之危 天河边 灵珠子心底 念着长庚诗书此前说的话语 微微有些出神 他身后不远处 特意自龙宫赶来 与他送别的敖逸 以及被禁足 不能离开天河附近的便庄 正在那长须短叹 便庄抹了抹眼角 强行露出少许笑容 低声道 三爹 你别担心 这不是转世后 能慢慢恢复记忆吗 你还是你 没有什么变化 严霸 便装偷偷踢了下 正有些神不守舍 对着火堆出神的敖蚁 敖蚁会议 笑道 这家伙说得对 只是给你画形的身躯 转为真正的人族 先天道躯 这是好事 嗯 我知道的 灵珠子转过身来 表情颇为轻松 笑道 两位哥哥 多谢这些年来的关照了 不管如何 灵珠子终究还会是灵珠子 哪怕我把记忆弄丢了些 依然是两位哥哥的异地 瞧你说的 便装抹了抹眼泪 扭头嘟囔着 都给我整伤感了 来 喝酒 敖蚁自秀中 取出三坛龙宫特驱 各自扔了一坛 三人相视而笑 揭开酒坛养头雄尼 很快 就是三生 哈 唉 熬以笑叹 好男儿当有框天之志 以后咱们兄弟三人 在天庭重逢 也不知会是哪般情形 便装道 不是说 转根脚外加投胎 大概只需要百多年吗 百年很快了 一眨眼就过 灵珠子笑道 一切都有师叔帮忙 应当不会出什么错 两位哥哥不必担心 三弟 你当真不去月宫告别了 熬以低声问着 月宫此前有仙子来说 玉兔都把眼哭肿了 但被胎阴新君禁足 不能来与你告别 这个 灵珠子挠挠头 我也不知 呼绝心底道运流转 又闻阴阳太极图之影 寻到了自家长庚师叔的气息 在他道心凝成了一个大字 去 好吧 灵珠子泄了口气 低声道 我去看看玉兔 跟他道个别吧 熬以和变装眼前一亮 颇为惊叹 某个第一次尝试 到运船子的天庭普通全城 露出了淡淡的微笑 确实挺爽 于是 两个时辰后 熬以化作青龙 拖着灵珠子 抵达广寒宫前 广寒宫前 月桂树那如仙岛一般的叶子上 数百位嫦娥零零散落 各自等待着此地情形 有几位女仙拿起了铜镜 天庭各处也就知晓了此地发生之事 灵珠子跳下青龙背 对熬以拱手道谢 随后快步走到广寒宫宫门前 一身清白相见的道袍 遮掩起了他健壮的肌肉 那特意换上的发带 却将她的面容衬得更为清秀 有一说一 不少仙子美目之中 光彩连连 灵珠子到了宫门台阶前 向前迈出一步 动作又有些卡顿 后方 躲在敖椅的棕毛中的变装 小声呼喊 别犹豫 上啊 上就完了 灵珠子抿着嘴唇 一跺脚 直接跳到宫门前 抬手敲敲门 小声呼喊 有 有现在吗 月桂树各处 数百嫦娥 大多眼口轻笑 广寒宫 李长寿带着灵珠子 曾去过的池边楼台上 玉兔正贵坐在软垫上 听闻这小小的呼喊声 香肩顿时轻颤了下 立刻蹦起来 主人 灵珠子来了 坐下 侧旁横娥仙子 慢条思理低道了句 忘了姐姐 我之前怎么跟你说的了 可 可是 哦 玉兔鼓起嘴角 唯唯曲曲跪 做回了原位 你呀 就是太笨了 横娥磕着瓜子 轻薄的衣裙下 两只仙族翘起二郎腿 叹道 这个灵珠子呢 就是个不开窍的珠子 你又是个胆小的小兔子 你就想 一直跟他好兄弟下去 嗯 这个 主人 我们玩得很开心呀 横娥道 那你想想 如果灵珠子这次转世 重塑跟脚 跟什么蝴蝶仙子 百花仙子 互生情愫 被人开了窍 被人夺了身 你心底怎么想 要么这次就把事给定了 名分给了 要么这次 就把关系断了 免得以后自己遭罪 玉兔正了下 跪坐在那一阵思索 眼眶不自觉有泪在打转 正此时 呼听广寒宫外 传来了灵珠子 扯着嗓子的大喊 玉兔 你在里面吗 我来跟你告别 我要去重新修行 百多年以后才能回来 我还要转世投胎 以后不知 还是不是现在的灵珠子 我 我 我也不知道 自己要说什么 我要变强 变成真正的强者 我要守护弱者 给肆意妄为的生灵 划定边界 我要被所有生灵认可 这么多年 多谢你关照了 在天庭的日子里 我很开心 很开心 我一定会把咱们的记忆 留下来 我带着他们去变强 我一定 灵珠子嗓音一梗 自己都有些错愕地感受着自己的心境 用手臂蹭去了脸上的眼泪 广寒宫大门紧紧闭着 大阵的光芒静静流淌 灵珠子吸了口气 让自己露出之前的笑容 对着大门做了个道一 转身跳回了青龙背上 大哥 咱们回去吧 也告别了 便装道 再等等吧 走吧 灵珠子低头道 他肯定是生我气了 青龙身躯 缓缓晃动 身形自月桂树下 慢慢游走 转眼已是要飞出太阴星范围 熬椅 熬椅停下 便装突然大喊 出来了 玉兔出来了 灵珠子 广寒宫前 忘记带兔耳朵 投尸的少女高声喊着 我不会忘了你 咱们 咱们好兄弟 一辈子 灵珠子转过身来 对广寒宫 摇摇地抬起左拳 那少女忍着眼泪 小拳头对灵珠子 轻轻挥了下 姻缘殿中 李长寿的一具指导人 端着浮沉 驾着白云淡定而来 与月老进行了一场友好的 工作指导会议